在我的大学的时候 我读的并不是时装设计 然后我读的是平面 视觉传达 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希望把很多我所感受到 这个世界 包括我的一些情绪 然后通过一个很好的方式 来传递给大家 然后在过去的中国 有很多很珍贵的一些民族的服装 包括一些文化的东西 其实对我印象很重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更在于去表现的是单代的中国 因为然后这也是我想要传递给 这个世界 就是对于我来 对于我自己来说 《行龙Sundercons》的风格有一些难 但是因为我一直在不停地 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所以在我印象中的 北欧都是特别冷 然后可以看到极光 然后有特别大的城市 很少的人 所以其实芬兰就是一个 我没有印象 就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期待 去贺合心机 咱们给来一点点 咱们给国际 咱们联系 咱们联系 我们有一个政治地资格 咱们联系 咱们联系